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和老公结婚一年了,非常恩爱。 去拜佛时,我从庙里悄悄拿走了他的心愿单, 想暗中帮他实现心愿,给他惊喜。 打开纸条我却愣住了。 纸条上写的是,希望我老婆马上暴毙而死。 我反复看着手中的纸条,确认的确是老公的字迹后, 整个人止不住发抖。 此时,我们在酒店。 而想让我马上暴毙而死的老公,就在卧室里安稳睡着。 我坐在马桶上,思绪混乱。 今天是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老公提议来泰国庆祝,我同意了。 在飞机上,老公还兴致勃勃地说, 听朋友说泰国有一个安魂寺,特别灵验。 只要你把愿望写在纸上,再投进新愿箱, 没多久就会实现。 老公说,他朋友之前来过两次, 写在纸上的愿望都实现了。 于是我们下了飞机,放下行李就来了这座安魂寺。 四里人络绎不绝,不少都是来还愿的。 来到寺庙,看到佛像的那一秒,我感觉心里毛毛的。 因为并不是一个雕塑,而是一句诗诗。 当地人说这是一尊自然老死的活佛。 我和老公在活佛神像前写好心愿, 一并投入了心愿箱里。 但为了给老公一个惊喜, 我悄悄把他心愿单拿了出来, 想帮他实现。 回到酒店,等老公睡下, 我小心翼翼到厕所打开纸条。 借着月光, 我看清老公在心愿单上写的字, 瞬间挤背发凉。 希望我老婆马上暴毙而死。 宝贝, 怎么一直在厕所? 你还好吧? 忽然, 卫生间门外响起了老公的声音。 没呢? 拉肚子了, 好像到了泰国, 有点水土不服。 我急忙把心愿单揣到兜里, 假装满脸堆着笑去迎接老公。 老公温柔地抱住我, 说道, 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会儿再去夜市呢? 我们说好, 现在酒店小气, 休息好了再去夜市。 我本来看到那张纸条, 没有什么心情再去逛夜市。 可是想到继续在酒店和老公共处一室的话, 总感觉心里毛毛的。 说不定逛逛夜市, 找机会摊牌问问老公心愿单的事情会更好。 我说, 没事, 我们直接去吧。 泰国的夜市格外热闹, 而我却提不起兴趣。 为什么老公写的心愿是希望我暴毙而死呢? 是我拿错了, 还是他真的这样想? 我再也忍不住, 决定问个明白。 于是我转身问开口, 老公, 我想问你个事情, 你今天在寺庙里? 啊呀, 张浩, 没想到在泰国遇到你。 忽然, 人群中有人叫了我和老公的名字, 我定睛一看, 却瞬间被吓到。 和我们打招呼的, 居然是老公早已死了三年的初恋。 老公在认识我之前, 只谈过一段恋爱。 他们相恋了三年, 本来都准备结婚了。 可惜一场车祸, 将老公初恋撞死了。 据说是一辆在满货物的大货车失了空, 从他身上狠狠地撵了过去。 现场血肉模糊, 他被拖行了十米, 下半身直接皮肉分离, 只剩下森森白骨。 车祸后, 老公抑郁了两年, 直到遇到我, 才敢重新开始新恋情。 后来, 老公经常带着我去看望他初恋的坟墓, 看过千百次墓碑上的照片, 和眼前的女人一模一样。 我一定不会认错。 此时, 我和老公不知道是被吓到了, 还是懵了, 都同时愣在原地。 眼前的人, 究竟是人还是鬼? 老公初恋, 却落落大方地走上前来问老公,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随后, 他注意到我, 急忙伸出手。 啊, 这位是你老婆吧? 你好, 我叫林婉。 我木讷地伸出手握住了, 接着用手肘捅了捅一旁的老公。 老公这才反应过来, 声音颤抖地问, 林婉, 你, 你, 不是死了吗? 林婉露出笑容, 笑得有点诡异。 他说, 你是说三年前的那场车祸, 难道你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吗? 我转头去看老公, 他却摇了摇头。 林婉这才缓缓解释道, 原来, 车祸之后, 林婉住在ICU好几天, 医生都说没救了。 但他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 说泰国的安魂寺很灵验, 一家人来到寺庙里许了院, 之后又在庙里找了神婆, 做了三天阵法, 林婉居然奇迹般地救活了。 后来, 他爸妈在泰国联系到了顶尖的甲值医生, 后来全家移民到了泰国, 重新开始新生活。 我当时伤心欲绝, 好在我爸妈没有放弃我, 我现在还有了幸福的家庭。 林婉话音未落, 他身后果然走来了一个帅气的男人, 帮林婉提着包, 十分宠溺地在他额前落下一吻。 我老公心有余悸地看了我一眼, 还是问道, 那你怎么不联系我呢? 林婉回答, 那时候我出了那么大的车祸, 整个人心态很差, 每天都想自杀, 谁都不想接触。 夜市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不知不觉被挤到了人群中央。 林婉对我说,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将手机递给他。 随后, 林婉牵着他的老公, 满眼幸福地笑着和我们说道,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先回去了。 我和老公也找了个餐厅坐下, 他摸摸我的头对我说, 你别多想啊, 老婆, 我只是意外他还活着。 我摆摆手, 说道, 没事, 我也没多想, 能活着就好, 看他现在挺幸福的。 老公继续说, 那就删了吧, 其实没必要留他的联系方式。 我不想你多想, 我现在心里只有你。 我想想也是, 以后都不会再遇到的人, 更何况还和我老公有过一段露水情缘。 随后, 我拿出手机准备删除林婉的联系方式。 看到手机屏幕, 我却瞬间愣住了。 林婉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而是在我手机备忘录留下一行字。 小心你老公, 我当年就是被他害死的。 怎么了? 老公似乎发现了我表情的异样, 皱着眉头问我。 没事, 我急忙收回手机。 林婉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句? 是恶搞, 还是他真的在提醒我什么? 回想起来, 我和老公相爱三年。 他每天都会为我做好早餐, 接我上下班。 几乎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程度。 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就连我父母都自愧不如。 这也是我决定和他结婚的原因。 所以, 如此疼爱我, 照顾我的老公, 有什么理由要害我呢? 忽然, 我又想起心愿丹的事, 我决定问个清楚。 我刚准备从包里拿出来询问他, 却发现心愿丹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仔细摸索着包里, 心愿丹真的不见了。 难道是掉在路上了吗? 老公看着我问道, 老婆, 你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在找什么? 需要我帮你吗? 我急忙否认, 说什么都没有, 招呼老公一起吃晚饭。 没有啊, 上菜了, 我们先吃饭吧。 现在心愿丹霉了, 我紧一张嘴, 空口无凭。 万一是我误会老公了, 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情, 夫妻之间会产生隔阂的。 所以, 我决定先不问了。 我和老公安心吃完消夜后, 准备回酒店好好休息, 明天再去市区里游玩。 我们住的酒店在郊区, 回去的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甚至连一点路灯都没有。 本来三四十摄氏度的泰国, 走在路上我却觉得阴风阵阵, 呼呼吹来的风声 就像无数小鬼在窃窃私语。 我不禁抓紧了老公的手臂, 一路上总是感觉诡异无比, 安全回到酒店之后, 我却还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不想再继续在泰国待下去了。 于是我向老公提议, 老公, 我们能不能改签机票早点回国, 或是去其他地方玩玩? 我有点不想在泰国玩了, 水土不服, 加上身心都不舒服, 我真心想早点回去。 没想到我话音未落, 老公就情绪激动地说, 怎么可以? 票也买了, 机票也买了, 现在回去不是浪费钱吗? 我反驳道, 酒店可以全额退款, 机票也只用补一部分就行了。 我不懂对我一向大方的老公, 为什么会在这上面斤斤计较起来? 老公红浊眼吼道, 你给我把嘴闭上, 我说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看着暴怒的老公, 我只觉得委屈和莫名其妙, 现在退票根本不会损失多少, 为什么反应如此之大? 但是无论如何, 说什么我都不想继续呆了。 说吧, 我开始收拾行李, 可老公却态度强硬, 静止走到门口。 砰的一声, 重重把门砸上, 将其反锁了。 随后, 老公慢慢转过身来, 眼神怨毒地死死盯着我。 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人似乎不是我老公。 我显然被吓到, 有点心虚地试探性问道, 老公, 你怎么了? 见我是这个状态, 眼角还挂着泪珠, 老公似乎有点心疼, 情绪缓和了些, 抱着我哄道, 老婆, 我们俩好不容易来泰国, 我想的就是让你好好放松。 如果你实在不想玩, 那我们后天再走吧, 因为明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我早在几个月前就订好了餐厅, 很难排的, 是你喜欢的海边餐厅, 可以看到日落。 哎, 老公不说, 我都忘了, 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他费尽心思订了我喜欢的餐厅, 只为了和我庆祝这美好的一天。 而我却如此扫兴, 只想着快点离开, 差点打破他为我准备的惊喜计划。 于是我点了点头, 答应了老公后天再走的要求。 老公亲在我的脸上, 笑着说, 老婆最好了。 随后, 他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 气氛正浓, 我们顺其自然地开始缠绵。 就在我们要进入正题时, 老公忽然叫停, 一脸坏笑地看着我问道, 等一下, 老婆,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我问, 什么刺激的? 瞬间, 老公从我身上瞬间弹起, 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黑色盒子。 这盒子眼熟得很, 我记得是老公从安魂寺回来后, 在路上买的。 随后, 他从盒子里抽出了一条丝巾。 老公指了指丝巾说道, 就玩这个。 丝巾的颜色是血红色的, 昏暗之下看上去, 就像是鲜血染红的, 在黑暗中散发着红色的荧光, 诡异至极。 没等我反应过来, 老公就用红色的丝巾蒙住我的眼。 我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红光。 我哑然失笑, 没想到老公居然还想玩点情趣的。 我顺势乖乖躺在床上, 害羞地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姿势。 可谁知老公却迟迟没有动静, 难道他又在准备什么道具? 就在我准备摘下丝巾, 看看老公究竟在干嘛时, 瞬间, 我的指尖传来一阵剧痛, 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扎破了一般。 啊! 我惊声叫了出来, 迅速撤下丝巾。 我的指尖果然被扎破了, 正在不停地往外冒血。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口子, 我却体会到钻心的痛, 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这条口子拼命往我皮下钻一样。 不好意思啊, 老婆, 我不小心碰到了, 老公解释道。 我瞬息了一下手指, 又马上恢复了羞涩的表情, 对老公说道, 没关系, 老公, 来吧, 随后顺势躺下, 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缠绵。 可谁知老公却穿上了衣服, 说道, 我有点困了, 我先睡了。 明天再来吧, 什么东西? 我这下是真的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要和我睡觉, 又要玩花的, 现在给我说累了。 这男人真是莫名其妙。 我赌气般地也将衣服穿好, 躺下背对着老公, 还带着怨气地踢了他一脚。 慢慢地, 我居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翻身准备去抱住老公时, 我却发现身旁空无一人。 老公, 不知道什么时候, 忽然不见了。 我顺着床檐摸去, 老公确实不见了。 我瞬间睡意全无, 坐了起来。 老公, 我试探性地冲着房间呼唤了几声,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急忙拨通他的电话, 居然无人接听。 深更半夜, 又是异国他乡, 老公会去哪里?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穿好鞋子, 走到门口, 发现房间的门并未关紧。 难不成老公出门了? 我顺着屋外的小路, 走到了酒店楼下。 本是漆黑的街道, 居然有一处忽明忽暗地闪着光。 我这才发现, 原来酒店的楼下是一处佛堂, 供奉着当地人信奉的一些佛像。 几排整齐的佛像, 形象怪异, 更像是几排诗诗, 看得人心里毛毛的。 我刚想离开, 就在角落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我老公。 昏暗之中, 他在一处佛像前跪拜着, 面前摆放着一个盒子和几个零碎的物件。 随后, 他双手作一朝着佛像拜了拜, 将东西放在佛像面前, 往里走去了。 奇怪, 老公在来泰国之前, 明确地告诉过我, 泰国遇到的佛是不能随便拜的。 他最是相信这些鬼神之说, 怎么如今却随意叩拜周围的佛像。 难道这个佛像与其他的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隐隐觉得好奇。 看着老公的背影逐渐远去, 我壮着胆子往前走去。 走近看了看, 才发现只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佛像而已。 唯一不同的是, 这是一具女佛。 我低下头, 看了看刚刚老公供奉的东西, 居然是一个骨灰盒。 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又发现那骨灰盒之下, 还压着一张照片。 我将照片抽出来, 定睛一看, 瞬间觉得头皮发麻。 我吓得几乎要叫出生来, 因为那骨灰盒下压着的照片是我的。 老公半夜供奉给女佛佛的骨灰盒, 下面居然压着一张我的照片。 更诡异的是, 照片上我的五官都用钉子钉了起来, 钉子生锈, 锈斑落在照片之上。 看上去就像我蹊跷流血了一般, 我只觉得手脚发凉, 整个人都站不稳。 因为我忽然想起来, 这个画面我在小时候见到过。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姐姐, 但因为长相奇丑, 所以从小不受宠爱。 家中父母平时只疼爱我, 非常厌恶姐姐。 他们经常虐待她, 给她吃狗吃剩下的饭, 喝狗撒的尿, 常年把她关在潮湿阴冷的煤棚里, 并且还不准我和姐姐见面, 因为父母觉得姐姐的病是传染病, 我要是见到了, 也会传染给我。 后来, 姐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 加上暴力的虐待, 得了怪病, 家中不重视, 不久后惨死。 据说死相极惨, 眼睛迟迟都闭不上, 死不瞑目。 因为是含冤而死, 我娘怕我姐姐缠着我们不放, 所以连夜找到是算了命, 做了法术, 让她永世不能超生。 而那法术, 就是取一张生前清晰的照片, 蹊跷都用铁钉, 红线缠绕着, 再将该人的血液浸染在照片纸上。 最后, 用一个空骨灰盒死死压住, 集成永不超生阵法, 被诅咒之人, 上不了天, 也下不了地狱, 只能永生永世徘徊在人间, 做孤魂野鬼。 好一点的, 经过几年, 会被投送到畜生岛。 反正就是永世不能成人, 可谓十分狠毒。 而此时, 老公却将如此狠毒的阵法, 用在我身上。 我还在思考该怎么办时, 没想到老公折返了回来。 见识不妙, 我急忙躲进一边的祭坛桌子的角落。 老公手上拿着一条红色的丝巾, 我定睛一看, 发现就是刚刚蒙上我眼睛的那条。 他将红色的布条缠绕在女佛像的眼睛上, 随后从包里掏出一枚红色, 装满血液的针管, 将血液滴在了红色丝巾上。 瞬间, 那活佛居然动了一下, 像是复活了一般。 等等, 装满血液的针管。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指的伤口, 难道说刚刚那阵刺痛, 是老公在通过手指踩我的血? 我这才反映过来, 那针管里是我的血。 随后, 老公嘴里默念着, 以人血献祭给您, 我的宝贝, 我只希望该血的主人永世不得超生。 他说的血的主人, 不就是我吗? 原本与我恩爱非常的枕边人, 如今可怕, 陌生到我不认识。 原来心愿丹上的诅咒, 和林婉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 老公为什么要害死我呢? 而此时, 我及时反应过来。 我根本顾不上想那些, 满脑子只有快点逃命。 黑暗中, 老公似乎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瞬间, 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的身体因为害怕而疯狂颤抖, 心却砰砰狂跳。 还好的是, 老公也只是看了一眼, 随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我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 确定他离开了之后。 我像逃命一般跑了出来, 赶紧在网上订了时间最近的机票离开。 我火速跑回了酒店房间, 收拾衣服, 拿护照, 准备连夜离开泰国。 就在我翻箱倒柜的时候, 忽然, 一阵阴冷的鼻息从我驳梗传来。 老公不知道什么时候, 如同幽灵一般, 站在了我身后。 老婆, 大半夜不睡, 你在找什么? 她的声音冰冷至极, 甚至带着杀意。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她知道我刚刚看到了什么, 也不能让她知道我准备跑。 不然很有可能, 我连今晚都活不过。 我只能尽力平复心情, 缓缓说道, 没有, 我半夜做噩梦了, 又没找到你, 所以我看看有没有安神药。 老公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直到看到柜子里, 确实摆着安眠药。 怀疑的眼神, 才慢慢收了回去, 恢复了宠溢的表情, 温柔地抱住我。 原来是我的宝贝做噩梦了, 都怪我, 我刚刚有点口渴, 下楼买水去了。 不过现在我回来了, 别怕呀, 老婆。 老公温柔地拍着我的背, 不停安抚着我, 就像我们热恋期的时候一样。 随后, 老公为我找到安眠药, 看着我服下。 重新躺下没多久后, 我悄悄将安眠药压在舌头之下, 不敢睡死。 没多久, 身旁的老公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确定他是睡着了之后, 我捏手捏脚地起了床, 悄悄地打开柜子, 拿上刚刚放在边缘的护照。 光着脚走到门口, 我心惊胆战地看了一眼 正在床上熟睡的老公。 看着曾经深信不疑和深爱着的脸庞, 此时我只觉得脊背发凉。 之前看过不少杀妻骗保的热搜, 丈夫砍死妻子的阴间新闻, 我总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总以为我老公很爱我。 而现在,一切都显得如此诡异又可笑。 我已经决定, 这次回国之后, 立马将所有东西都搬空, 马上就和他离婚。 我深吸一口气, 不再留念, 伸手去开房门, 却发现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反锁了。 我用力地推门, 门锁却纹丝不动。 此时, 一丝良意从身后袭来, 我惊恐地转过身去。 老公早就从床上坐起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老婆, 你要回国, 怎么不叫我? 我心里一紧, 准备支支吾吾地反驳什么。 而且呀, 你还是改不了丢三落四的毛病, 你忘记拿东西了。 老公举起右手, 手上捏着一张纸条。 我定睛一看, 是那张我以为掉落在某处的心愿单。 是那张老公写了希望我老婆暴毙而死的心愿单。 原来那张心愿单根本不是丢了, 而是被老公偷去藏了起来。 原来他早就发现我知道这件事。 既然已经被发现, 我也准备正面对质。 我壮着胆子说, 是的, 我。 谁知我话音未落, 眼前的男人居然狠狠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 老公对着我的脸又是一脚。 啊! 脸上传来一阵剧痛, 我忍不住痛苦地大叫起来。 老公迅速从床下抽出几根绳子, 用力地将我的手捆绑起来。 他恶狠狠地对我吼道, 诡计多端地臭婊子。 你想跑是吧? 随后, 他用胶带将我的嘴牢牢粘住, 禁锢着我的双手, 朝着门外拖行。 我被这一顿打得脑袋发懵, 鼻腔和口腔猛地涌上来一股铁锈味。 是血, 是我的血。 我如同一只傀儡布娃娃一般。 被老公一路拉拽到楼下的佛堂里。 电光时火间, 我被狠狠摔在了那具女佛像面前。 老公说, 为了让你死得明白些。 你抬头好好看看, 你面前的人是谁。 黑暗中, 我艰难地抬头, 发现眼前的佛像并无异样。 呵呵, 还认不出来吗? 下一秒, 老公将女佛像面前的柴油灯点亮, 我这才看清楚女佛像的样貌。 我忍着剧痛, 眯着眼端向其眼前的这具女佛像。 这具佛像和惨死的姐姐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和惨死的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我惊恐地瞪大眼睛, 死去的姐姐怎么会在这里? 她和老公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 为什么要把我抓来这里? 我挣扎着, 用力撕咬着嘴上的胶带, 想把整件事情问个清楚。 可是嘴上的胶带粘得死死的,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 头顶也源源不断地涌出鲜血。 挣扎着, 我只觉得眼貌金星, 随时可能晕过去。 真想让倩倩好好看看 你现在狼狈的样子, 老公低声说道, 不对, 她怎么知道 我姐叫倩倩的。 此时, 老公举起手, 病态般温柔地 抚摸女佛像的脸, 手指划过女佛像的嘴唇。 她居然深情地亲吻了上去, 看到眼前诡异的一幕, 我冷汗直冒, 汗水掺杂着血液, 流进我的眼睛里, 感觉刺刺的。 可惜, 倩倩因为你, 早就惨死了。 忽然, 老公的表情哀伤起来, 继续说道, 如果不是你, 我和倩倩现在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了, 我们说好, 要生一对龙凤胎, 在郊区买一栋小房子, 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 可惜, 都是你, 都怪你。 老公提到有关我姐的事, 整个人的状态近乎癫狂, 她越想越气, 又冲过来冲着我的脑袋踹了好几脚, 不是你, 倩倩根本不会死, 都怪你。 我的脸被她狠狠地踩在脚下, 我已经痛得失去知觉, 感觉眼睛肿得快看不清眼前的景象了。 撕来一声, 此时, 她用力将我嘴上的胶带撕了下来, 吼道, 你说, 你说呀, 你为什么要出生, 为什么要害死她, 她是你的姐姐, 我宁愿你去死。 我几乎也是哭喊道, 我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姐明明是自然死亡的, 可笑, 倩倩只不过是生了怪病, 只要你们一家好好照顾, 她是能够活下来的, 可惜偏偏你出生了, 你的存在让你父母更加嫌弃, 记恨倩倩, 对她常年不重视, 导致她以后每一次发病都得不到救治, 直接死去。 而你们一家相当冷血, 不让倩倩入土为安, 甚至还要做永不超生的阵法, 让她永世不能投胎。 我愣在原地,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姐姐因为怪病去世这件事, 我是知道的, 可是我和她也很少接触, 因为父母不让我靠近姐姐, 说她的怪病会传染, 所以常年把她关在阴冷潮湿的煤棚里, 给她吃狗吃剩下的饭, 喝狗撒的尿。 但我却从来没有对姐姐恶语相像过, 我甚至觉得可怜。 可惜无可奈何, 父母不让我接触姐姐, 我也无能为力, 所以我基本没有见过她几次。 可是转念一想,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个姐姐, 她的死再怎么怪也怪不到我身上啊。 我刚想为自己辩解几句, 谁知老公已经在地上摆好了鸡血、 黑驴蹄、大米和一排纸钱。 她表情怨毒地盯着我, 眼神几乎不像活人。 你那该死的父母已经在我们来泰国之前, 被我解决了。 你活了这么久, 现在该给倩倩偿命了。 随后, 她从女佛像身后抽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缓缓向我走来。 你要干嘛? 你别过来。 我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我, 一点一点地朝着门外挪动着身体。 我狼狼狼地往门口爬去, 希望得到一线生机。 老公却笑着说, 你们不是都觉得倩倩其丑无比吗? 我现在把你的脸刮花, 看看你们还会不会觉得她丑。 真的是个疯子。 但我的努力向外爬终究是徒劳, 老公扯着我的头发, 又把我拖回了女佛像面前。 随后, 手起刀落, 他将匕首比在我的下颌, 手里的刀一寸一寸地滑进我的脸皮里, 一阵钻心地痛楚袭来。 这个人, 要将我的脸皮, 用笛手活活扒下来。 啊! 我痛得眯起眼睛。 而我却忽然注意到, 此时, 她的身后闪过一个黑影。 我心里一紧, 难道还有别人? 她还找来了帮凶? 老公似乎也注意到我眼神的异样, 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她反侦察能力极强地向后看了一眼, 仔细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妈的, 臭婊子, 死到临头了还敢耍我。 老公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紧接着高高举起匕首, 只见她匕首就要插进我眉心时, 我赶紧闭上双眼。 砰咚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 但是, 眉心却迟迟没有传来痛感。 我这才敢缓缓地睁开眼看, 而眼前的颈下, 吓得我差点吐出来。 我看到老公的脑袋, 已经从头顶裂了一个血口, 血液从头顶不停涌了出来。 随后, 它直直地倒在了我身旁, 一片血泊之中。 我才逐渐看清楚老公身后的黑影。 一个女人举着沾满鲜血的斧头, 她的身下是一双不锈钢的甲直双腿, 原来是灵婉。 眼前的景象对我冲击力实在太大。 诡异的阵法, 血腥的脑浆, 以及一个倒在血泊中的男人。 我再也忍不住, 挖得一声吐了出来。 见我这种状态, 临婉打破沉默, 掀开了口, 我跟你说过了, 小心你老公, 我当年就是他害死的, 你怎么还是不听我的? 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瞬间吓哭了, 说道,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浑身发软, 使不上力。 我满头都是血, 到处都是刀痕和脚印。 临婉并没有理会我, 自顾自地说起以前的事, 我和倩倩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你和倩倩接触少, 所以不知道我。 什么? 临婉居然是我姐的朋友, 我愣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她。 她一直和我说, 家里人很讨厌她, 都想她死, 只有家里的妹妹, 没有对她恶语相向, 但也没有见过几次。 我想, 倩倩说的这个妹妹, 应该是你。 说吧, 临婉点燃三炷香, 对着女佛像恭恭敬敬地做衣, 接着继续说, 后来, 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也就是你老公张浩。 我们说好宫廷竞争, 可是你老公更喜欢倩倩一点, 我欣然决定退出, 可没成想, 就在张浩和倩倩确定关系的三天之后, 倩倩失踪了。 等我们再有她的消息时, 她已经惨死一周了, 张浩觉得是我极度倩倩和她在一起, 所以杀害了她。 从那以后, 她也密谋着杀害我。 我这才明白, 原来临婉和我姐曾经是要好的闺蜜, 但两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也就是我老公, 张浩。 两人决定要宫廷竞争, 可是张浩却深深地爱上了我姐姐。 就在临婉准备退出时, 我姐惨死, 老公就以为是临婉杀了我姐。 我疑惑道, 这也太没逻辑了。 谁知临婉苦笑一声, 爱到极致的人都是疯狂的, 没有逻辑可言的。 后来, 张浩迅速和我谈了恋爱, 我们谈了三年, 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幸福, 会很快结婚, 可不成想, 全都是她密谋杀害我的局罢了。 我愣住了。 原来临婉也就是现在的我, 而我也就是当时的临婉。 临婉轻轻抚摸着自己的甲之说, 后来我知道事情的原委, 我不怪倩倩, 我甚至同情她。 我只怪张浩, 这个男人把我的一生都毁掉了。 说完, 临婉将我受伤的绳子解开, 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说道, 谢谢你救我。 我没想过要救你, 我只是想让她付出代价, 以及, 我觉得, 倩倩在世的话, 会希望我保护她的妹妹。 临婉说完, 将我赶出了佛堂。 随后, 她从角落拎起一桶汽油, 点燃一个打火机, 丢进了佛堂之中。 没多久, 漫天的火势袭来, 酒店的工作人员 也出来灭火。 奈何火势太大, 所有人只能呆呆地 看着眼前的火灾。 我回头想再问问 关于姐姐的事, 而临婉,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回国之前, 去了一趟安魂寺, 因为有人说, 如果在安魂寺许的 愿望实现了, 就要回来还愿。 我的愿望实现了, 当时我写的是 远离一切烦恼, 摆脱一切坏事。 这何尝不是实现愿望呢? 我恭恭敬敬地 朝着佛像磕了三个头, 准备离去之前, 被一个僧人叫住。 他一言不发地 递给我一张空白的心愿单。 我为什么他都不肯开口, 只是拿着笔 示意我再写下心愿。 我看了看天空, 深吸一口气, 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回到国内后, 我父母都已去世。 安葬好他们, 我重新修建了姐姐的墓碑, 让他风风光光地 入土为安。 一年后, 林婉联系我, 我们开视频互相寒暄。 我发现他有点异样, 问道, 你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他露出幸福的笑容说, 你眼睛针尖, 我上个月才生了宝宝。 随后, 林婉将自己的宝宝 对到镜头面前。 是个女孩, 是不是很漂亮? 我和我老公决定, 叫他倩倩。 视频那头, 宝宝的眉眼, 和姐姐真的有一点相似。 林婉微笑着, 眼角带着眼泪, 她的老公此时温柔地环抱住她。 如此温情的一幕, 看得我心里也为她高兴。 随后, 她冲着镜头问我, 那你呢? 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我露出淡淡的笑容, 我呀, 我最近要去一趟泰国。 林婉警惕地问道, 去泰国干嘛? 我看着屏幕里的女宝宝, 欣慰地笑着说道, 我去安魂寺还愿。